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邀请到KC张力调整的KC欢迎 哈喽你好 一开始想先请KC跟我们分享一下 当初你的学经历是跟这个产业是有相关的吗 当初没有 但是因为自己喜欢运动 所以因缘机会接触到健身这一块 然后后续为了想要了解更多 就慢慢去学习 那后来是什么起心动念 让你想要创立属于自己的品牌 一开始其实都是自由的身份 自由教练 然后跟一些企业合作讲师 然后也有进入到企业体底下工作 但后面发现自己不太适合 在企业体里面 因为自己的想法比较多 所以决定自己出来创立 那其实在创业的过程中 有没有让KC印象蛮深刻 有比较挫折的经验 有比较挫折的经验 答案这样子去完成这件事情 是 那学习的过程中 因为你刚刚有提到 其实在学经历是 一开始是因为自己喜爱 所以慢慢的自己去研究等等 对 那在这过程中 有没有让你觉得 有点卡点 有点挫折的时候 有因为我不是本科系出身的 所以会对于这些基础知识是很不了解的 所以在学习这一块花了很多时间 包含实践也是 但是我觉得在创业过程中最难的是实践 因为我们的实践对象就是学生 但你不可能拿学生都当实验对象 所以你自己必须想办法去增加自己的经验 然后把自己的知识变成是可以使用的技术 是 那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其实现在也有非常多的一些运动产业 也都蛮竞争的 对 你觉得你的品牌最想体现出来的 企业核心价值是什么呢 企业核心价值的话 主要就是 无痛的调整跟功能性的调整 因为在可能现阶段 大家对于放松是比较有需求的 是 但在目前的市场来说 其实比较多的 还是针对局部性的调整 或者是一部位去区分 但这的确可以解决我们 可能局部性特别不舒服的问题 但是 有被放过的人其实会知道 当你放了 比如说我手不舒服 我把手放掉 可是你就会觉得 我好像有一些地方还差了一点点 还想要再放 但这时候你可能就没办法 你就需要加价 或者是世界不够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调整的过程中 可能大家的认知还是平向于 调整过程是要痛才会有效果 但实际上我们也可以选择无痛 就能达到我们理想的放松 也可以解决我们的问题 是 对 那其实现在目前KC有提供的服务 大概有哪些 主要分两个 一个是运动按摩 一个是机能训练 那运动按摩 运动按摩的部分主打就是无痛 那透过手法的放松 针对全身性的调整 让大家可以达到一个舒适的状态 那另外一部分是训练 因为我们人体的平衡 是需要放松跟训练并行的 所以当我们今天放松完之后 还是需要透过一些训练 强化我们身体的技能 让我们可以维持生活上的一些过动 像是一般日常 譬如说没有很固定在运动的人 也很适合去做放松的一个标准 要看状态 如果是相对 如果有肌少症的人 或是有肌武力状况的人 我就会建议可能运动会先适合他 因为再放松会让他的肌肉更武力 他就没办法支撑生活上的一些动作 反而容易受伤 但如果肌肉坚立起来 然后你就可以选择放松 去释放掉你身体的一些不舒服 包含工作上的疲劳也是 是 那有没有印象很深刻 学员以及来给你放松按摩的朋友们 有没有曾经给你怎么样的反馈 让你觉得非常有成就感的 就有成就感的 以放松来讲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就是 学生会被调到睡着 对 但是也没有可以叫他睡 就是调一调就会发现学生的话越来越少了 然后甚至有些会听到打呼声 然后就是OK 因为他对我足够的信任 然后我说法上也足够的轻柔 然后让他也可以非常放心 好好享受这次的调整 那另外一个部分是无痛的部分 因为前面讲大家都习惯 调整过程中会有痛感 但是学生来体验过 也是无痛之后 他就会觉得很神奇 因为的确过程中痛感是几乎没有 但是他又可以感觉到舒服 但问题又可以解决 所以每个人都觉得很奇妙 对 那训练的部分的话就是 我们视野可见学生体态上的改变 还有他健康上的成长 很多人其实对运动会有一点排斥 因为觉得运动很累 或是我短时间看不到效果 但其实有接触之后到 学生的回馈都很好 因为他觉得身体的体格改变 变得更好 更帅更漂亮 那另外一个是 他可以支撑生活上的一些活动 包含除了工作上的疲劳紧轻了 他还有额外的体力 去参加一些户外的活动 是 这看见了也会觉得说 帮助一个人也更有活力 然后在体能上也有更进一步 就会觉得非常有成就感 对 那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你这边对于品牌之后 未来短中长期的规划 短期的话还是先把 目前的企业先经营好 那中期的话大概三年左右 会希望再开一份店 然后持续推广张力调整的这个概念 然后会再招募一些人才 同时会培训一些人才 让他们有地方可以去发挥他们的专业 那长期来说 我都会希望我的企业能够维持十年以上的经营 有紧跟有松 但今天我们过度的使用的情况下 会造成肌肉的疲劳 会造成紧绷的状态 所以紧绷就让我们不舒服 所以就需要透过放松 来舒缓的不舒服 那另外一个层面来讲 比如说刚刚讲的肌无力 就表示我们的张力是相对松弛的 但是这个时候 我们就需要透过训练 来提升肌肉的强度 这样一紧一松 达到平衡之后 我们的张力才会舒适 所以张力调整的概念就是 用透过放松跟训练 来让我们的人体达到一个平衡 是 那举例像是膝盖内旋的那些人 是不是其实有些地方 他也是肌肉某些地方 是比较紧绷的 所以才会导致他膝盖内旋的部分 是吗 也有可能 但比较多 我遇到的状况很多人是 他不知道他膝盖内旋 但他只觉得他膝盖不舒服 有些时候是日常生活的习惯 比如说我们坐着 我们可能会习惯这样子 有些人会习惯这样 但他不觉得这样不舒服 但时间久了 他的膝盖一直维持这样的姿势 他的肌肉也习惯这样处理 但他如果回到这样正常的姿势 他可能会觉得不太舒服 因为这边的肌肉张力还在 他觉得这边有拉扯感 他就会习惯再把它拉回来 所以有些时候不一定是这个问题 但我都会去 反复去确认学生 他的日常的习惯 或是运动的专项 他都会影响我们人体对肌肉的使用 是 那这边也可以请Casey跟我们建议一下 一般人即使没有在运动 有什么良好的习惯是可以建立的吗 良好的习惯 或是说有哪些点是尽量不要去做的 其实我觉得大家不用太焦虑 但我觉得回归简单 因为我们现在的工作不会像可能 上一辈他们会比较多的劳动 所以在我的建议来说都会希望大家多去活动 然后也不要去限制运动项目 虽然现在大家很多会从事重量训练 但其实很多户外活动对身体的改善也很好 而且身体的功能本来就是没有 没有局限的 所以你可以选择你喜欢的运动 然后多去活动 当然也要注意身体的疲劳 对 是 那最后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对于一些想要创业的朋友 有没有一些心路历程结合下来的一些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如果是决定要走调整师 然后决定自己创业的人 会建议他第一个要先做好营业等纪 然后该缴的钱就不要剩 做好创业需要的东西 然后另一个部分就是关于医疗法 因为这个产业其实跟人体有关 都会跟医疗有一点点设计 但是要注意的是我们的身份并不是医疗人员 所以有些医疗的行为我们不可以做 然后有一些医疗法规的用词我们要去注意 对那如果你是决定成为一个自由的调整师的话 那会建议你先找好一个营业场 营业场地或是租用场地 因为你找好场地之后 你找办法服务你的学生跟客户 那会建议地点比较多 大概一到两个就好 然后要考虑到你的通勤成本 有些人会想要找究竟 或者是有点距离的 可是会忽略掉我们在转换的这个时间点 反而会让学生容易找不到你 或者是容易迟到这个状况 那如果进入企业体的调整师会建议你要先了解 这个企业的文化 它的管理的规范是什么 然后你需要遵守一些什么样的规定 然后薪资待遇这一些 但是要注意的是不要只看薪资待遇 很多人只看到了钱 但忽略背后的一些管理 那反而会让自己觉得不适应 所以这个都会建议大家去思考一下 再做决定 是我们今天非常开心 KC跟我们分享那么多宝贵的一些经验 然后我们也希望可以透过KC的力量去 帮助大家对于肌肉的一些放松 然后更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那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 KC张力调整的KC来到我们人物专访 谢谢 谢谢